鄰居說話的音量太大聲了 男子想要上門勸說 沒有想到當時鄰居一腳狠狠的踢開大門 把他撞跌超過一公尺 慘摔倒地 頭部跟手腳都受到多處擦挫傷 檢察官審理之後 依照傷害 勾染五度等罪嫌 對鄰居提起公訴 晚間十分一名男子來到鄰居家門口 要求對方說話小聲一點 沒想到講沒幾句話 夫人的兒子火速上前理論 氣沖沖一個飛梯狠狠踩開門 門被蒙力踢開 直接撞上站在屋外的男子 男子被噴飛超過一公尺慘摔倒地 但這還沒完 男子繼續上前飆罵不雅自演 場面相當火爆 那個時候是已經晚上七點多鐘 你說就人家不能大聲嗎 我們這個都是嗓子都是大聲的人 不是都像人家小聲的 事發就在新北市市紙區西灣路二端一帶 晚上七點多 鄰居雙方因為說話音量問題 產生嚴重衝突 被門撞飛的男子 頭部手腳多處於挫傷 立刻報警處理 里南睡一腳 踹開自家大門 因而撞倒門外城南 日前施定地檢署檢察官審理後 依涉犯傷害公然侮辱等罪嫌提起公訴 因為銀糧問題鄰居間鬧得不和睦 就怕問題沒解決 衝突再起 社區真的難以寧靜 記者吳瑩玲招嫌新北市報導